你 你个败家娘们啊 可信 我让你传话 可信 这咋了 咋了 可信 又让个 打死他 我偿命 我不能让他往你头上扣屎盆子 江青 真不是我说的 我啥也没说 不是你说的 要是能在你肚子里头 你不说出来 你就是我吗 我今天打死你 我看你人说不说 你爹 你快点 快跑啊 你起来 跑啊你 哥 你起来 你个败家娘们 有本事你就别回来 好了好了 不记了哥 回去说回去说啊 传话 你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个败家娘们 行车不错啊 还行吧 下来 我下来干嘛呀 我给你拿文件来了 这是你要的资料我给你弄好了啊 谢了啊 跟我问你还谢什么谢啊 那该有的礼貌还是得有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呢 没事 你肯定有事 你快说 真没事 我不是关心你吗 你说呀 就我哥跟可欣闹绯闻 我正烦着呢 俊龙哥 俊龙哥不是不进绿色的吗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那 那你哥怎么大人了 穿绯闻能怎么的啊 我在意的不是他 是可欣 可欣 可欣 可欣是谁啊 可欣就是可欣 你说我哥刚回村几天 他怎么就不注意自己的影响呢 回村 那可欣是村里的 村姑啊 什么村姑啊 人家可欣是单纯的好女孩 单纯的好女孩 跟男人传绯闻呢 那都是误会 怎么是误会呢 你真乐观 我说是误会就是误会 你别自欺欺人了 你最好啊 再想点什么理由 然后说服你自己 什么叫我自欺欺人哪 人家可欣根本就干不出来那些事 这种事 我更相信大家雪亮的眼睛 再说无风不其浪 一个巴掌也拍不响 我跟你说 你不许侮辱我女神啊 女 女神 你什么时候女神了你 女神她也是乡村女神 不是你会聊天吗 你再让我走了 怎么你还生气了 我告诉你 你这女神她就是个坑 别到时候你掉坑里了 别怪我没帅你上来啊 我走了 你 可欣 你怎么在这儿啊 俊龙哥 真是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让这些人在你身上泼了脏水 你都知道是脏水 你还在乎她干什么呢 可是毕竟人言可畏啊 你要怪也得怪我 毕竟你是女孩子 对你的名声不好 这事真都怪我 我当时没多想就怕来找你了 其实我也可以打电话跟你说的 可是吧 一是我怕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二是我真挺想见一见你的 我要是白天来找你就好了 行了 你这别分析了 让那边人嚼舌头吧 嚼够了也就消停了 可是毕竟你刚上任啊 娱乐明星还讲究用绯闻炒作自己 你就当我是带炒作自己吧 别那么大于压力 我是怕有你真正在乎的人 真的误会 相信我的人呢 是不会误会的 误会我的人都是不相信我的 我在乎他干什么呢 锦龙哥 你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那是话也说回来 他们是靠说闲话解闷的 我倒无所谓 可是对你这个女孩子 影响就不太好了呀 所以咱们还是注意一下影响 好不好 锦龙哥 你怕了 要说怕 还是怕对你的影响不好 毕竟你到了谈婚论讲的年龄了嘛 行了 锦龙哥 别说了 那我先走了 美美 快点 快穿鞋 妈 你来不及了啊 看好了没有 走了 走了 来不及了 妈妈 我的水杯呢 妈妈 我的水杯呢 我需要消费 我需要消费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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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阴天了 雷震宇我都得受着 姐 怎么办呢 啥玩意就怎么办呀 你这大早上起来 不是出去办事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怎么回事 我觉得猪娃说得挺有道理的 弄得我这心里乱乱的 那猪娃说话你能信吗 我正因为不信 我才过来问你啊 姐 别忙了 别忙了 过来坐 我问你点事 来 你跟可欣关系不错 你跟我说个实话 可欣跟我哥 到底有没有那么一点意思 啥意思 姐呀 我都说成这样了 你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你对可欣的事 怎么那么伤心啊 我的姐 你就跟我说一句吧 我跟可欣到底有没有戏 哎呀 王老师 我还好看你 我做什么话 明天都不听我呢 厉害我 但是我觉得我说了 就是你非得让我说的吗 我也得实话实说呀 是不是 不过老弟 你也别灰心 你还是有你的优势的呀 我还有优势 你当然有优势了 你看我老弟这张小脸长得 俊俏 是吧 要为人处事 又俊捧一意气 在这咋还缺点啥呢 找什么事 找什么呀 爱的技巧 什么 爱的技巧 这 这东西还有技巧呢 那当然的 正好 姐这有两本书 刚看了一半 那你先拿去看去吧 不是 姐 你还看这些东西呢 你个臭小子 我答应我 别别别 那我看这书怎么了 没有 挺好 挺好 跟你说正经的呢 哎呀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觉得在我的精心调教之下 你 将是一块 非常好的材料 姐 我从来没觉得 你今天真的是特别漂亮 特别有气质 整个人 都是那个女神的光环 你知道吗 臭小子 别在这儿贫了 你是不是 当务之急还有个啥事要做呀 还有 拜师啊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你俩这儿演的哪出戏啊 王主任来了 聚楼 什么事 找他有事 找我 那你俩聊吧 正好我有事 我出去的啊 行啊 慢点儿 好美 好 叫你回村来找我 手机也不开机 非要让我这儿来找你啊 不是 你看什么呢 眼神那个样子 有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早上回上河村来着 你都回上河村了 还不回家来找我 你都回上河村了 哦 我知道了 刚进村就听到我的闲言碎语了 是吧 还真有这些事啊 有哪些事啊 你听那些女人瞎呼咧咧 哎 哥 你是不是大晚上的 真把可欣给领不去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可欣主动来找我 可欣主动找你也不行啊 你是不知道 村里那些人嘴巴有多大吗 你民生本来就不咋地了 再坏点也无所谓 但人家可欣是好女孩 人让人家怎么办 什么叫早就不咋地了 我咋地了 你说咋地了 人家结婚 你跑去抢婚 人家现在寡妇了 你跟着回村 行了 我一直把可欣当亲妹妹看待 我也早就把这事跟她说清楚了 你要真把她当亲妹妹看 你就应该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影响 不要让这个牵巢那个挂肚子 你觉得好玩吗 你笑什么呀 我可跟你说了啊 你折磨谁都没关系 但是可欣就是不行 你还让你姐给你保守秘密 你看你那直肠子 连着弯弯都没了 是 我哪有名度呀 好了 师哥比较粗心 我真的还能把我给你 面子 我可以说 我第一句 我就是 那也不是 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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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出正事吧 我跟你瞎聊 我把正事都给报了 世青我已经调查过了 是上河村工程队偷工减料 给咱们公司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真是韵臣他们干的 要不然呢 您这边还特别相信他们 还准备带着他们致富 现在别人在你后面来这么一下 一定要把这事查清楚 我已经找律师了 准备起诉他们 你可回来了 怎么了 大姐 你说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今天走太急了 我也忘了 您替我在这守了一天啊 我不帮您看着 这外边进的人怎么办 实在太感谢您了 您什么 大姐 一点小意思 您这样 您买点水果 别别别别 您以后多注意点啊 这样多危险呢 您拿着吧 别别别 宝贝 跟妈妈回家啊 那 谢谢您啊 谢谢阿姨 姐 妹妹 这个写错了 擦了松心写 妈妈 妈妈 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 我再 他你买了 那一年 旅行 我已经走到金服务了 你还是走到金服务了 你怎么走到金服务 我别走到金服务了 我哪一天 都到医院做调查来了 我回家就告诉我媳妇 千万别跟莫少人开门 这要是贼去我们家呀 连快递都不用冒充 这 这为什么呀 我昨天为了送美美 连钥匙都挂门上了 多危险 幸亏我们家邻居那大妈 幸好 为我守了一天的门 你说我最近怎么回事 老是丢三落四 头昏脑胀的 我觉得 你抽时间做个体检吧 那应该也不是身体的问题 就是心累 汇积积移 你是学医的 这点道理还不懂啊 待会忙忙手头工作 你到往那去一趟 我给你开个化验的 全面检查一下 谢谢老啊 三天 怎么说 这么宣誠呢 没有 下事呢 是不是还以为 你那女神心烦呢 怎么可能 我哥都跟我说了 那是个误会 那不还是让我说的对了吗 你那女神就是个坑 说吧 让我来干吗 就这样啊 小权 说我脾气不好 你就别往心里去 大人不及小人过 行吗 不行 你看咱们哥们儿一场你就 你看我用几个词询 我觉得特别合适 高端 大戏 上脑刺 还有呢 低调 神秘 有内涵 行了 你别编了你 我要是真跟你一般见识啊 早跟你绝交八百回了 我就知道你够意思 我原谅你啊 我都原谅你了 你叹什么气啊 工作上的事跟你没关系 那用不用我帮忙啊 这个你真帮不了 那你帮我个忙呗 你说 我肚子饿 你帮我填饱啊 这个简单 走吧 还行 没什么大事 你看 我说没事吧 我说没什么大事 我可没说没什么事啊 李大 你可别欺负我是护士啊 我怎么说也是护士站线工作了十几年的人 化验单我还是看着懂的 化验单你是看着懂 可是就你现在这种症状 这是典型的干预 等年期提前了吧 你才更年期呢 听我的 回去吃点书干碗 有没有书心玩啊 我这心里倒是挺憋屈的 说真的哪天让我们家老郝也来体检体检吧 他有日子没体检了 我每次跟他说吧 他就说没时间 没病不上医院 你看看 我说的没错吧 平时对人家怨声载道呢 这一有事还是想着人家 他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我都两三天没见着他了 老郝不回家呀 回了 每次回家都半夜了 我跟孩子都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 没准他一宿没回来呢 回是肯定回了 我每天晚上坐那夜宵 他都吃个精光 你看看 我说的没错吧 刀子嘴豆腐心 下班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 干吗 为什么 这不是我老婆出差了 我又不会做饭 只能外边吃了 不是双筷子的事 可不是多一双 我们可是俩人 行 你说几双就几双 下班见啊 行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您好 请问几位 两位 给我找件包房 对不起 我们包房最好是八人台 您二位做大堂吧 我就要做包房 咱们两个人做什么包房 做大堂不一样吗 我们两个人要聊天的 必须要找一个 肃静点的地方 去 把你们前台经理叫来 说马云轩的女儿来了 让她安排 是 我说你能不能收敛一点 你跟大小姐的脾气啊 我为什么要收敛啊 你这是搞特权 什么特权呀 你不是吃个饭嘛 我看你就跟我说话还好点 跟别人说话跟吃了火药似的 你还真说对了 在这个县城里啊 除了你跟我爸 我还真就不把谁放在眼里呢 马小姐先生 这边请 先生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对了 前两天啊 等班长来找我来了 他还说呢 最近啊 我们找个时间 大伙儿聚一聚 行啊 我做东了 你炫富啊 轮不到你 班长啊 这是要结婚了 所以呢 想让大伙儿聚一聚 结婚 他跟谁啊 当然是跟他老婆了 那那你怎么办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说 小芊 你可别错过了这次机会 他只能等待你三年啊 我等你不也是三年吗 我这人呢 就是苦命 放着对自己追求的不理 却追求呢 对自己苦苦不理 不是 我要是答应了你 那不是害了你吗 我宁可让你害我 你别闹了 你让我吃点东西吧 俊达啊 你说 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 陈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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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陈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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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睡着了 реж點 给我 别动��了 我把他放上楼我先睡 晴晴 你能玩得开心吗 开心 跟好朋友在一块能不开心吗 我怎么听这话里有话呢 朋友就朋友呗 还好朋友 你得把你这个话舌添足的毛病改开 行了 你别咬弄叫字了 我说什么你都能挑出毛病来 不是 本来你这话里就是有毛病啊 非要好朋友 难道你郭晴晴会跟坏朋友在一起啊 行了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我一回来就乌鲁哇鲁一堆废话 老婆 还记着今天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啊 你真忘了 不是咱们两个结婚八周年 不是你说我 我早早地下了班我回来 赶紧做几个菜 向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聚聚 结果你 说呢 这菜做得不错呀 难得啊 我一年都没尝着你的手艺了 行了 别挖苦我了 我想你们娘俩肯定是酒足饭饱回来的 我也没吃饭 我得赶紧吃点 要不然对不起我自己的胃了 你还别说啊 我这个乱胃啊 还真是添了不少的麻烦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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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和谐美满 健康成瘦 干杯 你就真不想知道 我今天跟谁在一起 你跟谁在一起不重要 只要你开心就足够了 你不怕我红杏出墙啊 你要红杏出墙啊 不是 你是不吃醋啊 还是不在乎啊 老婆 吃醋和在乎是两个事 虚伪 你现在越来越虚伪 你不会觉得这是美德吧 我现在对你这种 虚伪的宽容和忍让 已经忍无可忍了 别发火 别发火 我给你倒杯开水 洗澡去 洗澡去 喝口热水 喝口热水 好宠 你是不是等我提离婚呢 你笑什么呀 我没笑什么 那我说的有那么可笑吗 不是说你可想 我是觉得我自己可想 你自己 我不是一个和哥的让父 和哥的父亲 我把大量的时间精力 都用在了工作上 对你们母女照顾不够 尤其是对你照顾不够 喂 哥 清清啊 志弘在吗 在呢 那你让他接一下电话 我哥 找你 大舅大 志弘 这不咱县里头正建一个经济园区吗 我这个酒厂也想进咱这个园区 你的酒厂要进园区 你的酒厂要进园区 我大舅大 你这个想法是不是 胆子有点太大了 这做企业的吗 舅得有点魄力 大舅大 这样 咱哥俩呢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县长 你的大舅子 带着你的这个传统工艺的酿酒企 也要进入园区 那你说人家会怎么看呢 志弘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真不打算帮我哥啊 没办法 因为进入园区的所有企业 都要经过小组的评估 我虽然分管园区的工作 手上有一票 但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我早就跟他说了 他不信 他偏要亲自问你 不过 让他这一电话闹的 我也没心情跟你较劲了 那这也对了嘛 爸爸 现在社会儿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叫 感情责任有限公司 听说过吗 感情责任有限公司 我觉得吧 这倒是颇具中国社会主义 家庭管理制 你看啊 夫妻 亲友 情人 把所有的感情 合成股份 夫妻必须自己控股 占百分之五十五 其余的百分之四十五 是分给那些亲友 情人 由他们各自掌握 你真够能扯的 这不是扯啊 真的 这话听起来啊 挺沉甸甸的 现在有一句话说 爱情必须不断地实时更新 创造发展 否则夫妻就会失去 控股的地位 而那些小股东 在感情的竞争当中 就会不断地增股 以至于绝对地控股 到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婚姻 真的就会发生裂变 对 那你打算怎么支配 你那百分之四十五的外股啊 我要表明我的态度 我必须要严密地控股 我那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其他剩余的股份 由你自己去寻找市场 你就不怕失控啊 如果真的失控了 那我会向你宣布 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宣判 好好好 我服了 我就是上辈子欠你的 被你气个半死 最后还得原谅你 你不原谅我 谁原谅我 老婆 现在像我这样能够 让家属放心的男人不多 我警告你啊 你可看紧点啊 小心别人趁虚而入啊 她敢 我的拳头等着她 来 老婆 琼姨 村里就这样 人多嘴杂的 说的都是捕风捉影的事 俊平姐 你放心 我了解俊龙的为人 再说了 她和谁传出来的风言风语 这也是她自己的事 和我们的合作无关 放心 拜拜 来 不好意思 让您等了这么久 王大村主任 难得一见 我先敬你一杯 还是我先敬你吧 上次你来我才忙着竞选村主任 也没好好陪你 的确是冷了你 没想到呢 你说话也挺算术 说很快就回来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咱俩都一样 彼此会做出一些 让对方没想到的事 哪有啊 是你的出现 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别跟我暧昧啊 哪有啊 你看我正要找你 你不就回来了吗 打住 我知道真正能沟通的人 彼此是不需要太多语言的 你还是先让我把这杯酒进来吧 我祝贺你竞选村主任成功 你的确是一条汉子 三次地震都没有把你震倒 来 谢谢 兄弟啊 我也特别纳闷 你怎么会预测得到呢 我后来数了一下 确实有三个 特别难攻克的阵头 可是你还是攻下来了 兄弟 这次我着急叫你回来呢 是想带着你到商务村 到处转转 王菊龙同学 咱俩认识不是一年两年了啊 你的小心机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哪有什么心机啊 你怎么可能让我白转 你早就有自己的小算盘了 你是做生意的 这种投资方面的事 不会不感兴趣啊 话我既然说到这儿 我不妨跟你说清楚 你怎么突然 这么严肃啊 我生活当中和工作的时候 判若良人 不知道吗 好 那好 吴总 进去吧 当初经济园区的项目 我和你刚签了合同 你就把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交给你弟弟 自己去敬小村主任 当然你有你的理由 你不能违背你对好运会的承诺 如果你不是那么健忘的话 那我们签的合同是不是承诺 如果你对好运会的诺言 需要遵守 那为什么对我和我们公司的诺言 就不需要遵守了呢 对于我来说 无论是从朋友的角度 还是从合作方的角度来考虑 你做的都很不负责任 还有 你把公司交给你弟弟王俊达 他会如何执行这个项目 我不适合对王俊达的能力 做出我自己意想性的判断 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你 王俊龙先生 和一位自己心仪的女孩子 领着人结婚 但当你入了洞房时 你却发现新娘换人了 你会作何感想 按理说 我们虽然签了合同 但在这么大的问题上 在双方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 你总经理就上你继位 这已经属于上次违约 合同是可以随时叫停的 并且你们还要付一笔 不小是我的违约金 不是 博总 你不会是跟我毁约吧 咱俩不商量好的 继续合作下去呢 王大春主任你先别急 我现在就告诉你 DPT的最新研究结果 既然DPT已经按照我的规划 投入了第一笔资金 那就暂时和你们公司 保持这种合作关系 但是 因为你们的违约在先 我们随时保留着 终止合同的权利 一旦发现贵公司的工程质量 达不到我们的工作要求 会立刻停止付款 并且追求你们法律上的责任 好好好 没问题 你的所有要求我都答应 但是我相信我们公司的能力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但愿吧 我明天一早缓慢离开 干嘛这么快就走啊 我这次的目的地是哈尔滨 来这儿只是稍作停留 你去明天就走 那边有一个不错的项目 我去看看 那明天我让俊平送送你吧 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我就 送你一张纸 当做纪念吧 好 来吧 街道 我就 来吧 我去看看 我来找事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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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要大两到三倍 咱们暂且给它取个名字叫 齐南经济园区 你别忘了 空中距离是八公里 但是实际上的地面路程 是将近一百多公里 没错 从县城到善额村 是一条由国家补助 政府补贴 和村民自愁修建的 村村通公路 是一条盘山路 从善额村到县城的 距离是九十五公里 现在的车程是需要 一个多小时 这条盘山路的沿途 有九个村子 善额村是第九个 所以原本空中距离 最近的善额村 变成实际地面路程 最远的一个村子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 汽山丘陵给挡着了 你看 这是汽山丘陵吧 这是齐南经济园区 这是齐北经济园区 只要把这个山脉打通了 齐南经济园区 和齐北经济园区 就会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保护路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把这个计划 称之为保护路计划的原因 你们的保护路计划 天上渠道不错 我一猜你就会感兴趣 你看 只要这条山脉打通了 这条路修通了 从县城到善额村 再到齐南经济园区 整个车程将会缩短到十分钟 你太易想天开了 你别忘了 打通你们这个保护路的平静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我回村 是有相当大的野心的 而且我也有这个责任 和这个能力 将这个野心变成现实 小营 只要这个保护路计划成功了 我们就会打造一个 人参深加工 和人参系列产品的大平台 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企业 屈之入 你是想让我帮你打通这条路 当然不是了 我是帮你打通这条路 只要这条路修通之后 你们公司的人身产业 将成为全国领军企业 对不起 齐北经济园区的前途 现在还未补了 我对其他的投资丝毫不感兴趣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